韩国影集《鱿鱼游戏》全球爆红 而台北市为了推广宣传不够的 振兴加码方案台北熊好劝 特别找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有神四剧中123木头人娃娃的 市议员游淑慧合体来拍影片宣传 只是拍的时候大太阳底下 扮演木头人娃娃的游淑慧 被导演要求不能够眨眼睛 他说自己差点变成了流泪游鱼 就连柯P也说游淑慧真的很像 双方就在北市府广场前 神还原的剧中场景 好 预备 1 2 3木头人 偷偷移动捡地上纸牌 柯文哲小亮呛 1 2 3木头人 全球爆红影集由于游戏情节 北市府前真实上演 2 2 3 黄色衣服 橘色吊带裙 北市议员游淑慧 神还原影集中的诡异娃娃 相似度百分百 那个太阳很赤眼 可是导演要求我要那个张大眼睛 然后眼睛不能扎 所以录到一半我已经泪流满面了 变成那个流泪鱿鱿娃娃 游时会脸书感叹 柯文哲很敬业 别人都在动 他自己硬是不敢动 正心加码的雄好劝 店家加入情况不如预期 市长亲自下海演戏 拍影片推广 但这回合作的 却是国民党中的柯黑议员 我看过市长会笑出 他通高费 以后我问他说 我觉得市长应该不想跟我拍影片吧 他看到我应该会头痛 因为我平时监督柯文哲比较用力 再谢谢这个游淑慧议员 他长得还真的很像 吓一跳 这到底空寿宗教了 最佳男主角 这次颁给柯文哲 女主角当然就是游淑慧 另类蓝白合作 一起鱿鱿有戏 最重奖高子瑶 台北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